这是Dedif Dedif 然后 C2 指的是他的生日 跟今天 今天记得后面有个小瓜子 跟Y 有没有 做完之后记得再按滑鼠右键 出成个格式 找到什么 找到自定 自定里面就是 0 0 表示那个数字 后面加一个双引号 税放在中边 这样就OK 这一题应该最难的地方应该在这里 其他部分应该我是觉得简单 然后再来就是把它复制过来 这个两个是移动过来 然后并且把生日部分 改成什么呢 生日部分的话改成生日部分 他说 再来就是 跟什么呢 跟他年龄一样的颜色 所以姓名的栏位 姓名这个 这个范围的颜色要跟什么 跟这边一样 这个地方背后的颜色是什么 你可以先点这边 油漆桶看一下 你会把油漆桶点选之后 他告诉我是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就金色 所以你只要姓名 跟这个颜色一样的话 所以把休克日期的姓名 游标放在B2 Ctrl-Shift向下 然后把它填满 跟他这边一样的颜色叫金色 这样就OK了 所以只要填颜色 填一样的颜色 那再来的话 就设定什么 设定 2-C的话 就是设定什么 设定它的 框线部分 A1跟D120 就全部 次出框线 这个好像前面有用过 黑色纹字1 所以1 游标放在A1 Ctrl-Shift按住 再向右 再向下 意思说全部选起来 然后做什么呢 框线 其他框线 要更改的是外框线 所以先把 样式先选 就是这一个 次出框线 色彩的话 越生是自动 可是它要的是黑色 黑色就这一个 所以选黑色 文字1这一个 然后再按一下外框就可以 OK 这样子 就大功告 所以1 2 3 确定 就完成它要的设定 那再来的话 把那个什么 D2 到D120 建一个名称 为什么要建一个名称 以后的话就不用选了 直接按F3 所以这边说怎么定义名称 斑别 它意思说这个范围 给它一个名称 所以游标几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是 你可以把这个斑别两个字复制 然后游标放在D2 Ctrl-Shift向下 意思就是说把这个范围整个选起来 选完之后 请你再 等于D2 到向下 把这个范围 选完之后 请你找到它的 左上角这边有一个叫做 文字 这边应该叫做 名称方块 这个名称方块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如果希望把选取的范围取一个名称 取名称取叫做扳别 你就扳别输入 按Enter 这样以后 你这个范围 就可以用斑别来表示 OK 所以特别之后 以后很多地方你都可以给它一个名称 怎么存取它 你记得按 F3就可以了 只要按F3 就可以存取 怎么存取 特别之后 待会这个就会用到 因为这题目里有个铺陈 斑别 接下来的话 第三 开课 期别工作表的上课人数 要统计 要用什么 用康义 算什么 算那个 斑别范围名称 把它算完 这边有讲过使用公式 就完了 怎么去计算 所以这一题最后就这个地方 这一题也算 这一题 第二难的 难度第二的 OK 首先的话 切到该课 其别 上课人数 意思是说 上这个班的 C04的有几个 有几个 有几个是根据什么 根据这边 有没有 所以你应该 把这里面 C04的找出来 当然不需要傻傻的 按一个 然后有没有 按两个 三个 那等到你全部算完的话 算到什么时候才会算完 OK 所以特别注意 我怎么知道这里面 上 C04的有几个的话 就是这一题要问的 千万不要傻傻的 你用眼睛自己在那边看 第一个很辛苦 第二个容易错 所以怎么办呢 记得 最后这个 上课人数的话 请你插入一个公式 一个函数 函数的名称叫做统计类里面的一个叫康义 的函数 我记得好像我们在 以前上一年级VBA的课程里面也有用到黑名单猜予 我记得好像黑名单猜予选里面 Coneif 其实 我在点名的时候也有用Coneif 所以Coneif还蛮好用的 按确定 好 两个问题 第一个 Range Range就是说你要找 找资料的范围在哪里 就是刚刚那个斑别 所以按DF3 会出现斑别 他会把斑别全部带过来 当然 刚刚如果你没有第一名称的话 你变成你要切过去 然后自己从这边 选Ctrl-Street向下 整个把它选起来 Ctrl-Street向下 选起来 如果你有一个名称的话 你就不用选 你就直接按F3 给他什么 给他一个斑别就可以 所以记得这边插入函数 统计类里面的Coneif 怎么算几个人 最后的话 把这边先讲 F3 斑别 去那个斑别里面帮我找找看 Criteria是上这个斑的 所以上这个斑 就是C104的有几个 好 这个时候他就帮你全部 从头到尾找完 跟你讲说 里面上这个斑的有7个人 OK 就算完了 所以特别说 如果你不会这个函数 真的以后工作 第一个没效率 第二个也容易算错 当然会这个的话很快 算完按确定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 其他班就点两下 也就全部做完了 所以你会发现 真的很多人在工作职场上 我看很多人 真的他并没有偷懒 但是他一整天都非常忙碌 在忙什么 其实他就是像我刚刚讲的 是用眼睛在那边数 我看了我就觉得真的是 他有昏倒 我想说你这样做到很多才能做完 我说你没学过康瑜的函数吗 他还真的没学过 OK 那你怎么办呢 他真的是这么一效率 每天就是很忙碌的在做事情 可是却做不出 我希望他做出来的结果 OK 我会希望说 你赶紧把这些学好再说吧 不然这个太浪费 你会发现全部都算完了 上哪一个课的人数 全部就统计完了 那统计完之后的话 题目还没要求什么 我看应该理会上这样都做完了 最后就存档 所以这一题基本上就做完了 把它另存心档 存档的名称的话 一样 就是把它存成什么 存成EXA104 给这一题就大功告成了 OK 休息一下 画面先欢迎各位 咯